我們目前的資源來源最主要就是 像現在中秋佳節快到了 我們已經連續第八年 每一年我們都會做鳳梨書禮盒的募款 這是我們一向的基金的來源 我參加聖文森散會 是因為我看到聖文森的精神 是為幫助貧困的和弱勢的對象 那麼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的富足的現在 經過我們在個案的探訪的期間 我意外的發現 原來在我們這麼富足的生活當中 確實在某些社區裡面的角落 還是有很多需要我們關懷照顧 非常貧困甚至於是高風險的家庭 那麼這些求助者 藉著他們我們需要長期的關懷 定期的訪問 給他們支持幫助 並且我們確實他們也需要 實際上的經濟的援助 因此我們在聖文森散會 在募款這個部分 我們做鳳梨書的製作也是一個項目之一 我們藉著鳳梨書的藝作 然後跟教友們就慷慨的做這個奉獻 那麼我們得到這樣的募款的資助 可以長期的幫助這些弱勢的貧困的家庭 協助他們的生活的需要 當初我們在成立文森散會的時候 秉灣會長知道我曾經在飯店做過點心 所以我們在經過討論之後 我們嚴選了安家奶油 還有安家氣勢粉 非常天然的食材來製作這些鳳梨書 剛好我們的教堂也有很好的環境 來製作鳳梨書 那我們的兄姐大家都戴著帽子 穿著制服 戴著手套 來製作這個鳳梨書 那這個整個環境過程都非常的乾淨 所以說大家都一定能夠 非常非常的安心來享用這個鳳梨書 也希望大家支持來認購這些鳳梨書 為文森散會做許多的善事